结派又怎样 你好我是口才超烂的八弟 今天我们来回顾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第十集的剧情 在上一集的高潮后 这一集主要专注在我们的主角如何处理伤态的爆发 他们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吃惊为止 这部剧在主角发展和互相互动方面都做得非常不错 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的第十集 与伤态的爆发开始 伤态之后被注射镇定剂 然后在毒房睡着了 院长提议康泰拉大哥在那里待几天 然后护士长要他出去吸取新鲜空气 当康泰开始漫无目的地行走时 文英在后面跟着他 在终于得到他的注意之后 文英建议你去吃个饭 康泰要他回家 因为他需要和他哥在一起 文英试图劝康泰 称他没有对不起他哥 当康泰坦诚 那一天他确实希望上太能死 然后责怪文英 应该让他在冰湖里淹死 护士长找朴女士聊天 因为他对朴女士最近的情绪变化感到担忧 朴女士的行为很奇怪 还询问了关于康泰和他哥的问题 康泰回到医院 在他哥房间外坐了一个晚上 朱丽向车勇解释说 患有自闭症的人 把世界门关了起来 当上太准备让康泰进来时 他将会再次打开门 当天上午院长来到上太的房间 并试图说服他 他会带走康泰 让上太可以从房里出来 康泰告诉院长 他以为上太已经忘记了 胡编发生的事 院长解释说 自闭症的人有超强的记忆力 并建议他回来工作 康泰后来与在书会见 并承认与文英在一起 是一个不可能的梦 现在他醒了 他将继续把专注力放在他哥身上 康泰父子后 文英又来找他 康泰告诉他 他们不应该再见面 并希望他离开他的生活 这让文英很难过 因为他回忆起康泰曾经答应 永远不会离开他的事 康泰很坚定 并告诉他 和他一起 只是一个一次性的事 并在他尖叫时走开了 第二天 护士长带来了巨大的恐龙玩偶给上太 当他们聊起关于恐龙的故事 独立恐龙是被领养的 但他的养母对他很好 然后尚太提到他的母亲也对他很好 但对康泰不好 与此同时 朱利的母亲和康泰谈话 并告诉他 即使他不喜欢他的女儿 他不希望他们搬出去 并说他会把尚太带回家 要康泰现在专注于自己 当康泰看着他们离开医院后 康泰找朱利帮忙 让他到文英家收拾他们的东西 然后康泰回到家向他哥道歉 康泰恳求他哥不要放弃他们所拥有的 上太从衣柜里出来 并抱着他弟 并要求他不要抛弃他 回到文英的豪宅 文英和朱利坐在一起喝酒 朱利承认他嫉妒文英 喝了几瓶酒后 最久的朱利痛骂了文英 并指责他把他想要的都抢走 在朱利晕睡了过去之后 人代表来到 发现朱利在桌子上睡着了 他谈到文英对待人的方式 并提到他想念康泰 第二天早上 康泰碰巧在巴士站遇见朱利 当他们谈话时 他问康泰为什么对他说评语 然后我们看到前一天晚上的闪回 当人代表把最久的朱利带回家时 他指责康泰 他对待他的方式 并要他开始对他说评语 在医院生病的康泰 感谢护士长送恐龙玩偶给他哥 他询问康泰 康泰是否认识朴女士 并向康泰警告说 朴女士很不稳定 并试图引发其他病人 当康泰走进花园时 我们看到大患听到有人哼着那首曲 大患随着曲声来到朴女士 问他为什么哼着那首曲子 朴女士问他为什么 然后问他是否会再次杀了他 这触发了大患 他掐着朴女士 重复的说他必须杀死他 否则他会死 工作人员很快赶到 阻止了他 当他们把朴女士带走时 大患大喊着 说他应该杀死文英 因为他是个怪物 院长和康泰在院长室讨论起这件事 院长的结论是 朴女士要么知道很多关于大患的妻子的事 要么朴女士确实是文英的母亲 到了晚上 文英在朱丽家等待朱丽他妈 文英来找他吃饭 当他选了海带汤时 朱丽母亲猜出 今天是文英的生日 吃完饭后 伦代表给了文英一条项链 并在这提到 他应该写一本新书 文英然后上楼找尚泰 然后把旺泰还给他 文英透露 他希望和尚泰和好 因为他们是最好的搭档 尚泰指责他是一个骗子 然后文英讲述了狼来了的故事 并解释说男孩撒谎是因为他很孤独 在医院 康代得知朴女士已经逃跑 并提到今天是重要的一天 康代相信朴女士可能是文英的母亲 康代担心文英可能有危险 然后冲了出去 与此同时 文英听到敲文声 当他打开门时 他发现朴女士在那里 祝他生日快乐 以上就是虽然是精神病 但没关系第十集的剧情 康代一直生活在 对他哥的内疚和责任感里 在这个过程中 也牺牲了自己的幸福 在前几集已经看到 康代试图快乐 和为自己着想 但不幸的是 他意识到这不可能 这一集为我们的角色 带来了更多的情感 让人好奇 他们最终是否能找到幸福 值得一提的是 我超喜欢朱丽的母亲 因为她一直扮演着兄弟俩的母亲 甚至在文英的生日 不管这个女人做了什么 也无私地喂饱文英 这已经相当感人 尤其是当她希望下辈子 可以当康代的母亲的那一幕 让我起鸡皮疙瘩的同时 也让我非常感动 而相反 朴女士很有可能是文英恶毒的母亲 如果是真的话 那么我希望下一集可以知道 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这支影片 帮忙点个赞 还想看到更多类似这样的影片 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有什么建议 也欢迎留言 我是口才超烂的巴蒂 我们下个影片见吧